YES!爬翔的小孩成功了! 成功跳到這邊來了 那你就會看到一台笨蛋機槍打不到你 欸!想回頭啊! 很兇是不是!我砍爆你! 歡迎收看我們拿鐵頻道 今天是末日生存第57集 今天拿鐵為什麼要空的上半身呢? 因為要跟大家講一個新的BUG 然後這個新的BUG呢 你必須先準備好什麼呢? 重兵器一次把前面的殭屍先幹掉 好!我們直接開始吧! 這BUG是國外的玩家提供的一個方式 然後今天就來測試是不是真的可以使用 然後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因為他的教學都是講英文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是英文程度很好 可以聽得懂他講什麼的話呢? 因為有些也不是講英文 有些講好像是 欸!我也不知道哪一國語言 對!總之今天就是中文化 我們把它來測試一下 首先這邊所有殭屍都把它清光光 然後這裡有幾隻囂張的殭屍一樣不放過 我們今天呢 就是 因為我要趕時間啦 我們今天要4BUG 來啊!直接 來啊!來啊!來啊! 你用不著很囂張 來!北北冠了 帶著你的小北北跟大北冠 在AK面前還敢囂張啊 等一下這把快沒了 我們還有一隻 喔!這是前來隻 哇!你還記得我啊! 靠!你還記得我啊! 不要先來淘汰啊! 哇!兇欸! 你看我沒有穿上岸在那邊過來 好!OK! 再來就是要打機槍座了 機槍座應該也可以啦 快速把它解決掉吧 其實基本上這邊都可以不用打 因為它主要是要跟大家講 那個BUG怎麼使用 好!這邊一樣要先 那個 把這個機槍座給打壞 不然會影響到我們使用BUG 等一下喔!我的武器不夠了喔! 用手槍吧! 自動 打我啊! 怎麼在你都補血了 小機槍座掰掰 好!被幹掉了 好!這邊以後呢 你這邊已經確定槍座清完以後 就可以試試看這BUG了 這BUG必須先回到這裡啦 一開始的位置 要準備了喔! 因為現在夏天天氣有點熱 所以呢 就姑且不算上半身的服裝了 其實是壞了 沒有服裝可以穿了 有點墮落的感覺 好!等一下我們要讓它自動走路 然後你要記得喔 這個BUG的使用方式 你一開始絕對不能夠 把這個地堡全部清光光 你的門全部開了 這邊有個很重要的門不能開 這個門千萬不能開 因為現在是會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點一下 因為我還沒測過 今天算是直接測 好!有了!它自己走了 有發現 我再試一次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下面的台機器是電腦機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讓它可以感應到它 齒輪出現以後 又按下去以後它就會自動走路 好!它這樣自動走了 等一下走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我們要把方向鍵往左上邊滑 我還沒試過 不過我相信應該會成功 因為現在是1.5.3的版本的BUG 然後各位呢就可以爬牆啦 什麼叫做特攻神碟 好!準備囉 到這裡 第一個燈 第二個燈 有!上來了!成功了! 到第二個燈的時候你就可以爬上來了 哇!我第一次走上來耶 好!這時候就叫爬牆了 有沒有看過?什麼叫忍者 那你要慢慢走 因為還是會掉下去喔 好!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 當你學會這招以後呢 這地堡你就可以到處看了 等一下我今天來順便看一下 等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走到 泰坦那邊去啊 等一下試一下好了 我們先去拿機槍座 我記得走這裡 好!走這邊 喔靠!掉下來了 好!我們再試一次 果然要慢慢走 因為我剛剛走太快了 不過是成功了耶 這BUG超棒的啦 個人就是 什麼?淺龍碟影嗎? 特攻神碟 再試一次喔 然後裡面拿一台機槍座 你就可以痛扁它了 拿任何武器都可以 毛也可以扁它 再一次喔 給大家看一下 好!先選擇這個 扁 然後它現在自動走 這個方式超棒的 而且我覺得 國外玩家也太厲害了吧 它竟然可以射出這個 這個BUG 這BUG是怎麼樣 你是怎麼射出來了 可以告訴我嗎 好!等一下會貼牆 記得第二個燈中間的時候 你就會按左上角 好!來囉 第一個燈 就這邊 好! 靠!靠! 好! 我的燈到我去了 我出現在地圖的別的地方 我出地圖了啦 我出地圖了 好笑喔 好!再重來一次好了 我必須先退出遊戲 好笑喔 如果失敗會這樣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這BUG太有趣了 如果你的地堡還沒有打開 不要心急 等待它 重新打開那一刻 好! 如果你們剛好遇到這個BUG 如果是掉下去的話 你們就趕快退出遊戲 在進入遊戲的時候 它回到地堡的最上方 這算是官方做的一個回復機制啊 好!再來一次 等一下我這張慢慢走 我不會太心急了 因為我現在先帶大家去拿火神機槍 這樣可以直接到火神機槍的位置 這是我們目前玩這款遊戲 都最好笑的BUG 大家說一定到時候 你還可以去跟泰坦玩玩看 然後不要再叫我跟泰坦打 泰坦根本打不贏啊 因為要花太多資源了 就是如果說 你今天要花多資源打一隻泰坦 其實一點都不划算 所以呢 我只是想要測試 網路上的影片是真的假的而已 就是網路上有用火神機槍打泰坦 好!你們到時候可以自己試試看 可是我走過去那邊 我今天主要先以 拿火神機槍箱子為主 好!到這邊我走這裡 然後記得要慢慢走 因為很容易掉下去 要小心 然後下面的僵射是打到你 所以要非常小心 然後這邊的毒氣會打到人 然後這裡的話呢 我快可不可以引他過來一點 哇! 這邊毒氣噴到 會噴很多欸 好快 這要趕快過去喔 不然他會打到你 好成功了 這樣他基本上就追不到我 快一點 好!然後你就會看到藏寶箱 他就到這裡了 YES! 爬翔的小孩成功了 成功跳到這邊來了 那你就會看到一台笨蛋機槍打不到你 欸!想回頭啊 很兇是不是 我砍爆你 好耗我的武器喔 用木的打好了 才5滴 天啊!我要打他打多久啊 好!這機槍就打不到你了 因為他現在沒有回頭 然後也不用拿任何東西了 就是這樣子 通關成功 然後記得前面殭屍的部分 還是要清光光 不然你去用走 機槍座跟那些都要 所以新手玩家 如果你的現在還沒有辦法 打前面的機槍座 跟沒有辦法把前面的殭屍殺死的話呢 你就不要用這個方式 因為你會死很多次 好!那就推薦給 人夠把前面那些殭屍都清掉的 玩家們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BUG 怎麼還沒打壞啊 這機槍座要打好久 好!我現在開東西好了 他現在打不到我吧 我也要開了一半 然後要打我吧 嚇我掉了 我剛剛看他頭在轉過來 好!現在呢 等一下怎麼出去 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就是爛零件 好啦!然後等一下我就可以 用這個方式一樣走上去 這臭機槍座 很兇是不是 打爆你 打爆你 打爆他的時候 我的木毛也壞了 好!然後現在如果你要出去這個地方 然後你就是一樣強制退出 遊戲以後再進去 好!這個方式呢 你就回到地堡上方 一樣如果等一下你不小心玩 掉下去了 你卡在地圖裡面的話 一樣用這個方式可以跳出來 然後先講這個BUG 我不負責任何 比如說損失之類的 你可以自己測測看 因為這也是國外玩家 他們實測出來 成功的 然後我今天只是把它 呃 重新演練一次 然後發現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分享給大家 給各位玩家 然後大家可以試試看這個方式 你可以不要後面的殭屍都不用打了 這可以直接拿到機槍座 然後AK47那個房間應該也可以走得到 可是我還沒有測 可以試一下 好!OK!我剛有大概測試了這個遊戲 如果說你今天走天花板的話 有遇到下面是門的話就會掉下去 所以有門的地方就不能走 像這個門 就是應該會掉下去 所以大家自己再測測看 我先試一下大門會不會測下去 大門會變跑步 欸!打不到我欸 哇靠!我好怕鋸肥喔 好啦!總之呢 我們剩下就交給各位玩家去測試了 然後如果我已經死掉的話 記得馬上按退出 要非常快喔 不然你死掉我是不做任何負責的 記得如果你今天成功了 你就空裝來上面走 這樣比較不會有損失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介紹給大家 玩家去測試看看 也謝謝大家見的收看 我們凌晨8片 那我們明天的話呢 就沒有影片喔 明天我再錄別的好了 謝謝大家見的收看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也謝謝大家見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請到旁邊 訂閱 訂閱 訂閱